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释出这么多的冷冻蔬菜 但是菜价还是居高不下 那么当然社会各界一定会怀疑这个中间是不是有囤积 有所谓的菜虫的问题 那么我想每一个人 很多人都应该有这种想法 那我们当然要去查 大概菜价什么时候可以讲一下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市场上 还是有过去的经验来看 大概三周之内 这个菜价都不容易回到原来的水准 可是我们会尽量来做 至少我们希望冷冻蔬菜 特别是像胡萝卜 这是冷冻蔬菜可以放很久的 为什么还会涨价 涨价价这个是不合理的 你开一个新南向的政策 那新南向跟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我们这个政策其实有几个上位的想法 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 我们跟这些东南亚国家 或者南向的政策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稳固的关系 这稳固的关系一定要透过人的交流 透过彼此之间政府之间要有更多的协定和协约 把双方的关系更能够强化深化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推动双方的一些经贸和一些人员的交流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从根来榨起 就说现在这个自费流感疫苗发生缺货的情况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补齐 那这段期间要怎么办 要求就是先把公费的部分 公费疫苗因为有600万只 还有相当多的数量在慢慢施打中 那么我们就把公费部分先尽量调给自费的来用 那么将来再把它补回来 用这个方法来处理